今天帶大家來到一間 曼谷隱藏版很厲害的 越式餐廳 我們今天來到了叫做 它裡面有一間 越式餐廳叫做天洞 很像中文的天洞 但是它天洞就是 越南話是 天堂的意思 所以今天大家來看看 就是我們今天 即將要為大家品嘗的 越式料理 跟我們一起期待吧 今天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 還好我們今天有 新同學跟我們一起 一起包含分食 一起享用這美好的 越式料理 因為其實在泰國 我們真的比較常吃的 大概都是日式或韓式 當然最近吃的一些 精緻料理會比較多 一些法餐意大利料理 那越南料理就是 其實我覺得 沒有那麼多 普遍沒有這麼多 但是其實如果它好的話 它的味道跟它的裝潢 保證真的是絕了 真的非常的整個大空間 倒過去一下 它的空間非常的寬敞 它的菜色更是精緻 好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先來試試看 因為這個太多了 不知道怎麼吃一次 之前其實每個月 每兩三個月會到越南一次 但因為疫情都很久沒去了 所以真的只能找一間 很好吃的 越式料理來 去懷念一下 到越南吃的感覺 來試試看它的春捲 那越式料理其實他們很喜歡吃的這種 這種是像是煙的 很像韓式那種泡菜 然後這是越式的煙蘿蔔 我自己個人是喜歡 夾在一起吃 你們可以看一下 網美手勢 有 網美手勢 來試試看 它是榨春捲 因為它裡面是包米粉 所以其實非常的扎實 我需要咬很多下 我才可以慢慢 知道它的味覺是怎樣 有一些不同的越式餐 他們春捲有時候會很大一camp 有時候會很細細一camp 但我覺得今天它這個尺寸剛剛好 好好吃喔 就很扎實啊 我覺得吃完 如果真的一個人吃完一份春捲 我就飽了 它可以 它可以變成女生的主食 對 然後再加個生菜 它裡面的菜味沒有很重 沒有很重 就是 明分的口感很 很明顯 然後我覺得搭配還有這一個 醃蘿蔔 我真的很喜歡 越式的涼拌醃蘿蔔 甜甜的 皮很脆耶 而且吃下去又很有特殊 對 它已經炸完已經快二十分鐘了吧 但是它還是脆脆的 現在好像在那個DIY教室教學了 然後再放 我在炒一個小一點的這個 辣椒 這家竟然有 鳳梨 包一下包一下 以前我吃的都沒有鳳梨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搭配鳳梨 越來越沒有形象在吃 第一口先吃到鳳梨 然後 乾香蕉 這個我還是吃出來是什麼 這個會不會辣 這個醬是什麼口感啊 是酸的還是甜的還是會很辣 所以那個不吃辣的人 我建議不吃辣的人 不要骰那個 很辣 很辣嗎 不要放辣椒 如果真的太辣的話 其實他們就是都會附這種生菜 可以中和 然後 接下來我要試吃這一道 其實我真的非常喜歡吃這一道 它是用 它的 它叫做脆米裹餅 名字看起來很平庸 可是它的味道超讚 因為它其實也非常有飽足感 它外面是用米粉做的 然後 它去磨成那個 粉漿 米粉漿 然後煎成金黃色的 所以它的皮是酥酥脆脆的 然後裡面 就是會包蝦子 豆干 高麗菜 其實它也是 越南人非常 就是 一天的主食 可以做為 一餐的主食 我在越南的時候 我最喜歡吃這一道 怎麼樣 肉餡都吞出來了 它裡面就是有豆干 然後 豆芽菜 然後 蝦子 蝦子 還有一些肉末 我覺得越南料理就是吃起來 一整個 一整個你就會看到 就是 非常的植物系的風格 然後吃起來 很多菜 對很多菜 然後 吃完你都會覺得說 你不會覺得負擔太重 我來配配它的 越式咖啡 越式咖啡 剛才我們有茶字料 來 越式咖啡的特色 農春香 農春香 然後奶味比較重 奶味比較重 比較少苦味 沒有那麼酸 下面一道我們來到 佛 我是非常愛吃酸的人 而且因為它是天然酸 嗯 它不是醋酸 對 所以它是天然酸 我覺得可以多加一點 那麼喜歡吃佛 是因為 以前我在泰國讀書 後來回台灣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想念 那個 泰式的 河粉 就是 歸屌 那因為 那時候大概在 七八年前 泰式在台灣 還沒有這麼 像現在這麼多 那我就只能 吃家裡附近的那種 越南麵 因為河粉嘛 我會覺得說 好像在吃 泰式的歸屌 所以我後來吃一吃吃一吃 我就真的完全愛上了 喝這一道 就是 越式料理的 河粉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 他們喜歡用 生牛肉 生牛肉 然後倒下去 有點半生不熟的 這個是已經比較深一點 那它的肉 它的肉有比較厚一點 但是如果真的 你到越南的時候 它的肉 可以再更薄一點 加一些這種 生的 豆芽菜 所以其實它的吃法 非常的 泰式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如果暫時 來不了泰國 吃不到好吃的歸屌 可以試試看 去越南店 去越南店看吃到嗎 越南店 你吃這個菜 這個菜好吃 它一直推薦 它是泰國香菜 你喜歡嗎 泰國香菜 好香喔 是不是 我覺得很適合配這個湯底 我先喝喝看它的湯底 非常的鮮甜 然後看來它的肉 我們來試試看 我在這裡都聞到酸味了 因為它沒有說 它肉超嫩欸 它肉好嫩 我以為 我以為它會有嚼勁 不行 我要餵你吃 我要餵你吃吃看 超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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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料理真的很適合 女生啊 姐妹啊 聚餐的時候來吃 大火大火 對 無拘無束的吃 而且你不用擔心說 負擔會很重 因為我覺得這些菜系列 消化會很快 他這魚都幫你切得快切好了 而且我覺得感覺沒有刺 沒有魚刺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有科學麵的味道 他竟然說醬料有科學麵的味道 科學麵的粉包的味道 你們真的太誇張了吧 試試看試試看 我最喜歡吃那種沒有刺的味道 來 你們一搭一唱 我好像喜歡他們的炸入紀念 炸的是非常酥脆 他們炸入就是擺了半個小時 這樣都還是很脆的那一種 我剛才有聽到聲音 我覺得要來一個近距離ASM 比較偏酸 可是你們剛才說像科學麵的味道 但是粉包的味道 那個粉包哪是酸的 粉包的味道 但是它的液體狀是酸的 這個好像蘿蔔泥是做的 有點酸 然後搭配酥脆的魚肉 炸魚肉 這口感好性感 它很像是 我知道了 科學麵的粉包加檸檬汁 然後攪拌一起 我覺得這個形容讓我有那個 有感覺 有畫面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科學麵的粉包加檸檬汁 然後拉拉拉在一起 然後放在酥脆的炸魚上面 我覺得很創意耶 你剛才已經創造了一個創意的調味料理了 真的 再來這一道 大家 這是我們最常見 不管是在越式或是在泰式 東南亞料理餐廳 最常見的甘蔗蝦 甘蔗蝦 甘蔗蝦吃起來就是甜甜的口感 我會 配這一個 一起下去咬 我有個問題 你們到底會不會咬這個甘蔗 我會 你會咬 我會喊一下 如果很好奇說 大家你們會不會吃這個甘蔗 如果會吃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不會也可以讓我知道 我會我會 那等一下 那你來啃甘蔗 你拿著來這盤給你 你要是這樣子咬啊 他好像大心腿喔 他好像大心腿喔 這個臉很爛 他臉很爽 這個很甘蔗 真的有汁 你現在啃 我來啃看 我第一次啃 這個是有甘蔗的味道 真的耶 你看吧 沒有 因為一般我記得在台灣吃到的時候 它的甘蔗其實非常的乾 會鎖水鎖的 就是比較沒有那種乾淨的味道出來 還咬下去 還有噴擠 再怎麼飽 還是要留一個味給甜點啊 這個是它是什麼 炸香蕉 炸香蕉 裡面 是個炸香蕉 好扎實喔 它又是炸的 這家真的很會炸 好性感喔 而且一把它擠出來的時候 那個香蕉味 很濃郁 超香 我們要一次進攻兩道甜點 我們是冬天代表 冬天代表跟夏天代表 西米露 西米露代表 西米露代表 在室堅 裡面 就是 感谢观看